元朗白鄉水頭村一個14個月大的女嬰死亡 女嬰父母涉嫌謀殺被捕 警方早上繼續在女嬰居住的村屋調查 警方表示昨晚9點多接獲女嬰外公的報案 說和女嬰媽媽失去聯絡 警方到場後由消防破門入屋 見到女嬰父母表現慌張 而14個月大的女嬰在另一個睡房地下被毛巾蓋住 身上有多處傷痕和施斑 唯一至三天前已經死亡 警方將女嬰32歲的媽媽 以及33歲有精神病紀錄的爸爸拘捕 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未來五年是有志及興的關鍵年 會全面發展經濟 又有信心不會再發生類似反修例的大型社會事件 下個月回歸25周年 也是新一屆政府上場的日子 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中通社訪問時說 25年來最難忘的是這一年 就是2019年修例風波所引發香港那種破壞、傷害 當然這個我相信是最難忘的 但這種經歷也是成長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一貨 即是說原來有一些風險可以來得這麼快 可以製造破壞和傷害這麼嚴重 他認為未來五年是由志及興的關鍵年 會全面發展經濟和處理民生的事業 相信不會再有動亂 我絕對有信心不會發生 不會再發生為甚麼呢 第一 我們現在的安全風險 特別是國家安全風險 基本上是受控的 所以說如果再發生這麼大型的一個攻擊 是不可能的 去建立一個將會是處理到風險的安全環境 那你就可以昂首闊步 向前望就不需要太過向後望 李家超參選的時候說過一旦當選 會和內地商討免檢疫通關 但是能不能夠短期之內處理到呢 我們譬如應付疫情的能力 又要做好些確保確診的數字 是維持在我們覺得可控的情況 否則我們自己的疫情都做得不好 也很不公道去跟內地談 任何有可能性的通關 會努力 但是我們市民應該知道 現實的情況是有很多挑戰 我們要克服的 他又說早班的工作大致暢順 很快就會完成 再向中央提名 7月1日就職之前會介紹新管治班子 無線電視記者郭榮欣報道 元朗百鄉水頭村一個14個月大的女嬰死亡 女嬰父母涉嫌謀殺被捕 案發在水頭村一棟村屋 涉案的單位仍未解封 警方說星期五晚9點多接獲女嬰的外公報案 說和寶寶女的媽媽失去聯絡 去到她居住的單位亦都沒有人應援 警方到場之後由消防破門入屋 看到女嬰父母表現慌張 之後在睡房內發現14個月大的寶寶女在地上 用毛巾蓋住 死亡 警方拘捕女嬰32歲的媽媽 和33歲有精神病紀錄的爸爸 警方說寶寶女的父母結婚7年 只有一個女兒 暫時未知是誰施責 案件由元朗警區重案組跟進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謙在那裡 昨晚我們有176宗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包括28宗醫院局檢測陽性 32宗衛生防護中心的發炎所檢測陽性 和116宗私人發炎所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270宗是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總數今天的陽性個案是446宗 累積到第五波 就是有1202,007宗陽性個案 包括75253宗核酸檢測陽性 和451,754宗快速檢測陽性個案 我們在6月1日的複查核酸檢測 複查的快速檢測陽性個案 就有72位 大概是20%檢測陰性的 另外在我們輸入性個案 就是今天情報的個案裏面有64宗輸入性個案 包括43宗核酸檢測 和7宗快速檢測陽性個案 其中30宗是底港時找到的個案 包括15宗6月3日由9班航班底港人士 另外有24宗是檢驗酒店找到的個案 另外還有10宗是7天後在社區找到的個案 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葉柏強說 新冠病毒康復者體內的抗體 3個月後就會下降 呼籲家長不要以為子女感染後不用接種疫苗 又說有研究顯示 孕婦接種疫苗產生的抗體可以傳給寶寶 當局一直推動3歲以上的學童接種新冠疫苗 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葉柏強說 大部分學校的接種率達到九成 但仍然有個別的小學和幼稚園 接種率只有五至六成 他認為如果師生都打齊針 校園基本上是安全 但由於學校的活動有機會脫口罩 風險增加 家長不可以掉以輕心 很多家長有個錯覺 以為曾經感染過 就不會再受感染 所以亦都放鬆了 少了預防措施 甚至沒有打針 千萬不要 如果曾經感染過Omicron 感染完之後 其實基本上抗體 是維持三個月左右 就去到七七八八 還有很多研究已經出來了 感染Omicron 其實它產生的抵抗力 是不足夠有長期抵抗力 去保護它下一次感染 他又說 93歲以下的兒童 目前未能接種新冠疫苗 但是有研究顯示 怀孕妇女打新冠疫苗可以保护嬰儿 如果你去到怀孕末段是打第三针的话 你本身身体产生的抗体是非常足够 也都可以过到嬰儿身上 令到嬰儿有保护 更好的地方是为人来 如果我们鼓励妈妈孕出世之后 持续用母乳胃部 当然妈妈是打齐针 你的抗体是可以一直过到嬰儿身体保护它 他呼吁父母打针保护子女 无线电视记者黄嘉诚报道 西营盘一间洗衣店发生气体爆炸 一个男人受伤送丢 下午两点多搬走到一间洗衣店 有干衣机的石油气罐爆炸 一个41岁男人全身多处销箱 送王玛丽医院治理 案件暂列作公议业外处理 涉事的洗衣店店长说 新买入的两罐石油气不能打开 所以致电石油气封丝 对方派人处理时发生意外 我要开开开来 谁知道开不了 第一罐开不了 第二罐又开不了 打电话去石油公司 我说两罐石油气不可以 他说我找人来给你弄 不知道他怎样弄 我在后面看着他 因为他一身车掉在那儿 他一驳一响 他一驳火花 我马上飘出来了 我飘出来了 他都飘出来了 但是他当先销伤在这儿 西营盘一间洗衣店发生气体爆炸 一个男人受伤送院 下午两点多 搬走不到一间洗衣店 有干衣机的石油气罐爆炸 一个41岁的男人全身多处销伤 送到玛丽医院治理 案件暂时列为工业意外处理 涉事的洗衣店长说 新买入的两罐石油气打开不了 所以就打给石油气公司 对方派人处理的时候发生意外 本港新增446宗新冠病毒个案 有64宗属输入 中环多个酒吧群组继续扩大 围于中环的LINQ酒吧 再多44宗确诊 分别曾经在上周六和周日到场 当中6人两晚都曾经到访 群组扩大到65人染疫 而在南桂坊的Shuffle 亦都再多28人确诊 合共42宗个案 Central和Ionferius两间酒吧 亦都分别新增2宗和3宗个案 在学校方面 基督教孙基小学有5个学生确诊 当中4个人是同班同学 香港保护儿童会 圣诞老人爱心粉丽幼儿学校 亦都有3个有同染疫 其中2个人来自同一家庭 两间学校的涉事班别 都需要停货到下周四 另外多一间 残疾院舍的清潔员工确诊 可能在社区感染 三个院友都列作密切接触者